大家好,我是上海保时街体验中心的教练伊瓦 大家好,我叫大力,我19岁,刚刚拿到驾照 今天也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们的大力妹妹一起来,到我们这里来体验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在我们的驾驶过程当中,如何正确的刹车,如何正确的加速 那我们慢慢就进入这个项目的区域,其实不用把它想象成是一个竞速的道路 那在这边可以把它想象成,我第一次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它是有直道的,它是有拐弯的,然后它甚至会有一些回头弯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像我们日常开车一样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右转的一个区域 那在这个区域之前,其实我们对右边存在一些盲区的,是抓不准的,提前减速 好,在弯道中间,视野慢慢地开阔了 那我们慢慢可以给一点油,慢慢走起 对,慢慢走起 我们加速的时机呢,是在我们明确道路状况的时候 那加速的操作是尽量将我们的方向是打直的一个情况 当我们方向是完全回正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四条我们的轮胎是完全接触地面的 那在这个时候呢,与地面的附着面积最大 所以让整台车在这个情况下是最稳定的 在这个时候,进行相应的一个制动和刹车,那制动的效率是最好的 并且是最安全的,并且是最稳定的 下次呢,可以尝试将刹车重一点的去踩 因为这个刹车的动作不仅仅说,我做出这个动作就好了 而是说真的要非常及时地将你的车速压到安全的速度之内 好,刹车,还记得吗?刹车重一点,刹车重一点 对,非常好,非常好 好,慢慢弹起刹车,好,慢慢走 注意视线,就是我们能控制手,能控制脚的时候 我们的视线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那大力妹妹今天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今天过得非常开心 然后我学到了如何正确地操控油门还有刹车 然后如何在正确的时机去加减速 这对我以后的驾驶也非常有帮助 好,那非常感谢大力妹妹的分享 也希望以后你可以经常过来玩 然后经常过来学习一些关于驾驶方面的一个技术和经验 谢谢 好,你好,感谢感谢